好,在看完了生词端语之后,下面来看看第七课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这个书的题目叫《蝙蝠》指这个动物。 咱们先有一个本课书大致的背景信息的介绍。 我们这蝙蝠呢,Bets are interesting animals。 蝙蝠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个动物。 它为什么有趣呢? They are famous for their echolocation ability. 它们因为它们的回声定位能力而远近驰名而著名。 蝙蝠呢,在黑暗中通过这个声波反射, 这个它能够确定东西的位置。 我们叫回声定位能力。 我们把这能力大声读一下。 Echolocation ability。 Echolocation ability。 Echo,就是回声,Echo, Echo, Echo,对吧。 Echolocation in beds are often compared with reader. 那么蝙蝠身上这个回声定位这个能力, 经常跟我们这个雷达来做类比。 它们的原理是类似的。 本文中谈的就是蝙蝠的这个特殊的能力。 但是本文中这个文体啊,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地地道道的科技英语。 这个科技英语我说了, 也是咱们阅读真体中最常见的一种文体了。 无论是国内的考研, 还是在美国考研中参加的GRE考试, GMED考试, LCED考试, 都是类似的。 它有什么特征呢? 重要的特征有两个。 第一个, 它非常倾向于把动词名词化, 因为科技英语是绝对的这个书面语了, 它属于学术文章, 所以一般呢, 为了庄重和正视, 把很多动词倾向用名词来表达。 我们说了, 名词在所有词性中, 是最抽象, 最重重, 最庄重, 最正视的, 适合科技文体这种题材。 第二个特征呢, 一会儿咱们在课文中会发现, 它倾向于更多的使用被动语态。 为什么呢? 科技英语的特征是为了表现出客观的公正, 而一旦人出现的太多呢, 主观因素就太强了, 所以为了突出客观性, 那势必出现大量的被动语态, 把人藏起来, 用编语当主义使用被动, 这个在科技英语中也是突出的一个特色, 咱们一会儿在文章中就会看到这个特征。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文的第一段,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个男句和重点句, 它说, 这句话比较重要,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句子呢, 是由连词and引出的两个并列句, 两个并列句, 中间是个连词and来连接, 第一个句子里面, not all sounds, 后面made by animals, 这个黄颜色带下发现的协调字,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 当后之女来修饰这个声音, 什么呢? 动物发出的声音, 然后survey是当作, 并非所有动物发出的声音, 都是当作语言来使用的, 并不都是为了交流沟通, 这个里面出现部分否定, 咱们一会会说, 然后and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你叫怎么样呢? we have only to turn to that extrordinary discovery or echolocation beds to see a case, 这个里面比较复杂, 我们先看到这个have only to do something, 是个固定搭配, 叫只需要做模式, 这个have to是必须做模式, 在这个only就是只需要做模式, 然后它跟后面这个to see a case, 这个to是固定用法, have only to do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就是固定句型, 叫只需要做模式就可以怎么样, 咱们一会会重点讲这个句型, 那么大家注意后面这个that, 这个that在这儿, 尽管后面的成分很长, 但是that绝对不是从句, 这个that是个代词, 翻译成那个, 它并不是连词, 因为后面没有这个畏语动词, 只需要借助于, turn to是借助于求助于了, 借助于那个, 关于蝙蝠身上回声定位的这个非凡的发现, 你看that后面是个名词段语吧, extraordinary discovery of echolocation beds, 尽管很长, 是个名词段语, 所以这个that绝对不是连词, 看清楚是代词,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后面in which当然引导定义从句, 在这个例子中, 声音发挥着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作用, 这它可以用的是play, 什么什么roll in, 在某个方面扮演某个角色, 排声音是发挥某个作用, 这个在书面语中, 借词应该放到关系代词前面去, 就是如果关系代词做借词兵语, 在书面语中习惯上把借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它还是跟play搭配playroll in, 对吧, 是这么一个结构, 好, 咱们下面看看具体的里面那些词法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出现的是部分否定, 这个在新概念第三册, 五十六课咱们说过一次, 但四册讲得更深入一些了, 我们先要有这样一个常识, 是什么呢, 就是部分否定究竟是怎么一个事, 这个not跟全部肯定词, 尤其是这几个, all, every, everything, everyone, 或者是both, 这样的词连用, 多表示部分否定, 我们说多表示部分否定, 有的时候背不住是完全否定, 这个不能太肯定,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部分否定, 这个容易翻译错, 这种用法自古就有致, 你看沙翁在威尼斯商人里有这么一个名句, 叫做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od, that glitters, 结果就两个字, 但是定语从句, 这个that关系代词做主语, glitter是定语从句里的微动词闪烁, 闪光的不都是金子, 这个不能翻译成闪光的都不是金子, 那不, 这个这个这个, 从逻辑就不通了, 那金子, 呃, 它本身也闪光嘛, 但是闪光的不都是金子, 这个说的是对的, 你看, 这个用法自古就有, 那这个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但是这句话里面你发现, 它这里面就有奇异了, 为什么呢, 你如果要是都把这种句子都看得部分否定的话, 那这句话可能就有奇异, 为什么呢, 这个既可能是部分否定, 也可能是全部这个, 也可能全部否定, 因为莎士比亚这句话里面它有逻辑, 有逻辑我们发现, 那不可能是全部否定, 全部否定是不符合逻辑的, 而本文中呢, 有这个上下文, 也得翻译成, 并非所有动物发出的声音都当作语言使用, 你不能说, 所有动物发出的声音都不是当语言使用的, 这个不符合圣服中常识, 但你看这句话, 就是两个角度翻译都行, 这句话如果没有语境的话, 就必然出现奇异了, 大家看这句话叫, All of the arrows didn't hit the target, 这个既可以翻译成, 并非所有的剑都命中了靶子, 也可以翻译成, 所有的剑都没有命中靶子, 因为这种句子, 它本身是一个有奇异的句型, 多表示部分否定, 但有的时候它也能做全部否定, 这个是很难讲的, 所以这句话如果单独孤零零的放在这儿, 本身是有奇异的, 两种翻译方法从语法来说都是正确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 只能通过上下文语经来判断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这种现象通通定义为都是部分否定, 那有些句子就容易翻译错了, 为什么, 有一些这种结构的句子确实是全部否定, 咱们看一些例子, 这个如果按照部分否定翻译就错了, 你看它也是有否定词not, 跟这个all全部肯定词连用了, 就all civilized people can't be cannibals, cannibal就是吃同类的这样的人或动物, 我们说是很多人说polar bears are cannibals, 北极熊就是一种cannibal, 因为它吃小北极熊, 吃同类, 这叫cannibal, 所以怎么发现呢, 所有的文明人都不会吃人肉, 这是一个明显的全部否定, 你不能发现成, 并非所有的文明人都是吃人肉的人, 难道有些文明人还吃人肉吗, 这是野蛮人做的事啊, 所以你看在这里面确实是一个全部否定句, 所以这个句型其实是一个奇异的结构, 第三册我们可以讲明这多是部分否定就好了, 但四册我们见的句子更多了, 必须要生命这一点了, 再比如说这句话好像更难一些, 你看, not all the water in rough rough sea can wash the bomb off from an anointed king, 这个anoint是一个术语可以叫, 叫做师徒有礼, 就是这个国王在这个就职典礼上, 往往是教皇呢, 给他头上抹上一层芬芳的, 这个带香味的油, 并不是炒菜那香油了, 就芬芳的油膏, 然后仪式呢, 这个是天赋王权, 以后呢你就是人中之王了, 这是有这么个仪式, 这个Rub Rude呢是同一次联用, 都是汹涌澎湃的, 赛赛之池大海了, 这个明显是个全部否定, 为什么呢, 得翻译成所有汹涌澎湃的沧海之水, 都洗不掉神圣国王头顶的芬芳, 就是这个教皇师徒有礼之后, 把这个带有芬芳的油涂到这个皇帝头上了, 那以后已是他是人中之王, 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了, 你就不能翻译成, 并非所有的沧海之水, 都能够洗掉国王头上的芬芳, 有的能洗水, 有的就洗不掉, 这意思是不通顺的, 就一旦就职之后, 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了, 所有汹涌澎湃的沧海之水, 都洗不去神圣国王头顶的芬芳, 这个是一个全部的否定句, 所以Nord跟全部肯定是联用, 它未必一定是部分否定,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逻辑, 通过上下文来判断, 这个才行, 所以为了尽量避免起义, 在全部否定时, 咱们一般多倾向于使用全部否定词, 这就没有奇异了, 你比如说我说, 所有的剑都没有命中靶子, 咱们这么说就没有奇异了, None of the arrows hit the target, 这就没有任何奇异了, 没有任何一只剑射中了靶子, 这个None是全部否定词, 这就没有任何奇异了, 那本文中呢, 这个有上下文有语境, 所以本文中一定是部分否定, 并非所有动物发射的声音, 都是当作语言来使用的, 它是把全部肯定词all, 跟否定词not配合到一块了, 我们知道这个not有时跟every配合, 也有类似的含义, 但是它一般不可以each用, 跟every可以, 或者两个呢, 两个跟both, 这个可以的, 那本文中如果跟every连用该怎么办呢, 那么not all sound, 换成not every sound就好了, 但注意, 主意一致, 是不是可以改成not every sound made by animal serves, 注意, 因为你主意是单数了, 后面是serves as language, 并非所有动物发射的声音, 都是当作语言来使用的, 注意主意一致就好了, 意思一样都是部分否定, 这个先看清, 然后后面是怎么样呢, 都是当作语言来使用serves, 这是老知识复习了, 咱们多次讲过, serves在新概念三侧的第三课就讲过, 它相当于be used as, 被当作什么来使用, 发挥着什么的作用或功能, 有的时候也可能act as, 或者function as, function在这当动词来用, 都是表示当作什么东西来用, 发挥什么的作用, 发挥什么的功能, 这是咱们老知识了, 这是复习, 咱们再回顾一下新概念三侧, 在25课中出现一个句子, 这个里面也出现这个serves, 也是当作什么东西来用, 本文中是当作语言来使用, 你看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ailing ships, of the 19th century的卡迪萨克, can still be seen at Greenwich, 那么29世纪最著名的帆船之一, 卡迪萨克号帆船, 在格林尼治这个城市, 依然能够被看到, 这咱们新概念三侧25个, 老师重点讲过, 他呢, 现在位于陆地之上, 没有泡在海水里了, 并且怎么样呢, 每年呢, 有数以千计的人来参观, 这个著名的帆船, 并且怎么样, she serves as an impressive reminder, of the good ships, of the past, 他呢, serve it, 发挥着这么一个作用, 有这么一个功能, 什么呢, 这个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reminder, 上面一个功能, 什么叫reminder呢, reminder, 就是使人回忆起某个东西的这样一个事物, 你像一个souverneur, 一个纪念品, 就可以叫一个reminder, 你一看到纪念品, 使我们回忆起了这个旅行, reminders of the journey, 我们曾经度过这个旅行了, 但是reminder在中文中呢, 没有一个正对应的词来翻译, 使人回忆起另外一个东西的东西, 中文中没有对应的名词来翻译, 那不妨把词性把它改变一下, 把reminder当动词remind来翻译, 改变词性, 是不是可以说, 他就这个传了, 只传, 我们一般用代词词译, 这个卡丽萨和帆船, 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使我们回忆起了历史上的那些去轮, 发挥的是这个作用, 这个功能吧, 但翻译成中文可以翻译成, 他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使我们回忆起了历史上的那些去轮, 就好了, 这个souverneur是发挥着这么一个作用, 这么一个功能, 后面进一波说了, 那么, and we have only to turn to that extraordinary discovery of echolocation beds, 并且我们只需要, 李老师刚才说了, have to do是必须做模式, have only to do呢, 就是只需要做模式就好了, 非常好记, 只需要干嘛呢, turn to, 咱们多次说过, turn to表示求助于或者借助于, 只需要借助于关于蝙蝠回声定位的那个非凡的发现, 刚才我说过, 后面这个that, exteriorly discovery前面那个that, 一定是个代词, 不是连词, 因为它后面没有跟这个位语动词嘛, 它不可能跟从句, 说明后面跟的是个名词段语, 是个代词, 只需要借助那个蝙蝠回声定位的非凡的发现, to see a case, 就能看到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句型就出来了, 这个搭配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背起来, 写作中可以采用, 口语中也能这么说, have only to do something, 后面再加个不定是to do something, 本文字就是to see a case, 那个to do吧, 只要做这个事, 只需要做模式就可以如何, 这个句型特别实用, 口语书面也都可以用, 比如咱说一个简单句子, 你指下按下按这个按钮, 就可以叫护士来, 这个人病重病人躺在床上, 你别害怕, 你觉得快死了, 叫按按钮, 叫小护士来救你来了, 你只需要按按钮呢, 就可以叫护士来, you have only to press the button, to call the nurse, 只需要按按钮, 护士就来了,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你只需要点击下面这个链接, 就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点击, 我们可以用你上的字叫click, click,链接当然是link, 是不是可以说, you have only to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download the software, 只需要点击下面这个链接, 就可以下载这个软件, 只需要做模式, 就如何, 这个结构呢, 可以变得更复杂, 本文中还有个turn to, 就只需要借助于某式, 就可以怎么样, 咱们可以把搭配变得更复杂, 再加上这个turn to, have only to turn to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就只需要借助于什么东西, 就可以如何, 这个也行, 甚至我们用第七课的句型, 说一说第六课中, 咱们的那个内容, 咱们看能不能描绘一下, 用一下这句型, 我们只需要借助于, 1936年奥运会的这个具体例子, 就可以知道, 国际体育比赛会导致疯狂的仇恨, 只需要借助这个例子, 就能知道这个事实, 就能知道, 就to know呗, 国际体育比赛, 我们在山内科说过, 叫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ntest, 疯狂的仇恨还记得吗, 叫orgies of hatred, 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可以这么说, 我们只需要借助于, 背一遍吧, we have only to turn to, 那个1936年的concrete example, 具体例子, 什么例子呢, of the 1936 Olympic Games, 然后就能知道, to know that, 加兵与从具, international sporting contest, lead to orgies of仇恨, hatred, 这个句子很轻松就出来了, 我们再回顾一遍, we have only to turn to, that concrete example, 我们只需要借助于, 这个具体的例子, 什么例子呢, 我们叫of 引出同意来, 这例子就是, the 1936 Olympic Games, 好了, 只需要借助于这些过完了, 然后呢, 才就可以知道, to know就知道什么, 我们家定义从具, 国具体育比赛, 导致疯狂的仇恨, 这个复杂的句子, 用这个句型把它就撑起来了, 所以多几些好的句型, 才能写出复合句, 复杂的句子, 而且它简洁不啰嗦, 好, 这个重点句, 这是本科书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子, 希望大家好好复习, 再看这句子句末, 他后面说了, to see a case, 就能看到这本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in which the voice, 在例子中, 这个voice, play a strictly, 以后发挥着完全实用主义的什么一个作用, 咱们先不看那个play a role, 这个搭配, 先看这个strictly, strictly这个副词呢, 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表示, 阳格的, 因为strict, 就阳格的嘛, strict discipline, 阳格的句率, 但本文中strictly不是阳格的, 它是多一词, 看本文中这个副词该怎么翻译, strictly here means, exactly and completely, 完全的, 完完全全的, 没有任何杂质的, 完全的, 本文中就是发挥着完全的, 实用主义的这么一个作用, 它是多一词, 在这不是阳格的, 比如说, she is strictly a beauty,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女, 各个地方挑不出一点毛病, 没有缺点, 360度没有死角, 是精精确确的, 完完全全是个美女, 不能说她是个严格的美女, 这个不同顺, 再看这个句子, it's strictly a neutral organization, 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中立的组织, 它没有倾向, it has no preference, 没有任何的倾向和侧重, 它就是完全中立的组织, neutral, 就是中立的, 它来自nutrin, 就是中子嘛, 质子中子的中子, 好了, 完全的, 本文中是完全实用主义的, 什么一个作用, 这个发挥作用, 发挥什么功能, 这个从三册的22颗开始讲起, 出现了好多好多, 三册的56颗, 合理我们的邻居又再次出现, 本来的意思是在某个电影戏剧中, 扮演某一个角色, 你们知道这个rovo, 还有part, 当然rovo这个词来自法文了, 都是表示电影中的角色, 戏剧中的角色, 本来是某个电影中, 扮演某个角色, 派生意识发挥某个作用, 发挥某个功能, 这个用的太多了, 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 我们在阅读中大量出现, 写作中也可以尝试, 而且我们可以用的更难一些, 可以用的更难一些, 三册的句子往往比较简单, 咱们先回顾一下三册第56颗, 河流我们的邻居中出现的句子, The river which forms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a farm, 形成了我们农场东部边界的这条河, 怎么样呢, 注意后面,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our lives, 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没有这个河, 我们就无法谋生了, 这是用重规重矩的一个简单的搭配, 这个看着比较简单, 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如报纸上的例子, China Daily, 我们在中国日报里面的这个例子, 它说,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more prominent part in promoting human rights, 这是用的play a part in, 你换的play a role in是一样的, 政府应该在什么方面, in什么某个方面呢, 政府应该在promote, 可不可以是促进了, 在促进人权方面, 应该发挥一个更为显著的作用, prominent, 木秀于林, 突出的, 显著的, 我们借词还是加in, 应该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这个句子也不太难, 重规重矩的, 就加了一个形容词就好了, 但有些句子可能就会多一些变化, 你像我们看第四册里的句子, 往往更难一些了, 你像第87页的第九行到底十行, 就十五颗里面, 87页第九行到底十行, 工业的秘密这个数, 咱们未来会讲, this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chemical industries, 这尤其适用于化工领域, 为什么呢, we're changed discoveries, 因为在化工领域, 这个we're呢, 其实相当于原因状态从具, 只不过定义从具比较简洁, 这样一个结构咱们说过, 因为在化工领域里面, chains discoveries就偶然发现, 怎么样呢, 比它们在物理和机械工业领域, 要发挥的更为重大的一个作用, 你看play a much larger part than they do in, 还是跟in搭配, 这个in明显是play a part in, 这个工业搭配, 那么比它们在物理学和机械工业领域, 要发挥的一个大的多的这么一个作用, a much larger part, play a part, 我们还是有in这个搭配, 这个结构比三册里面就更复杂一些了, 我们可以看到更复杂的一些变化, 你看本剧中的这个in-watch呢, 就是把gexin改变成这样一个位置了, 因为我们说了在书面语中, 借词, 就是如果关系代词做借词宾语, 那么把借词不要放在定义从具里边, 而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本文中发生了这个变化, 更复杂的变化还有, 我们看在44课里面, 确实一到后面不光课文更难, 句子也更难了, 在257页第5行最后到第7行, 257页第5行最后到第7行, 他说, The first read importance is, 头等重要的事实是, 是什么呢? Is the predominant role that custom plays in experience and in belief, 这个很特殊, 他是用这个突出的显著的作用, 这是当先行词了, 后面用定义从具来修饰它, 但定义从具里面搭配还是play a role in这个结构, 这个predominant跟刚才那prominant类似可以表示, 占统治地位的突出的显著的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显著的突出的作用, 什么作用呢? 在家定义从具, let custom plays, 这个关系代词let, 就修饰前面这个role, 他在定义从具里面显然做play的宾语, 所以依然是play a role in这个结构, 在哪方面呢? 在经验和人们的信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custom表示风俗可以当不可数名字来用, 那么怎么翻译呢? 头等重要的事实就是, 风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所发出发挥的这个支配性的显著的作用, 并且还有什么呢? 还有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什么多样性在家定义从具, it may manifest, 这个it显然指风俗吧, 风俗可能会表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多样性, 这个manifest当集乎动词就要表现出来, 就类似于我们的反应出来, 类似于reflect这个动词, 这个manifest当形容词做动词都行, 具体用法在未来44课里面老师会讲到, 整个翻译一遍, 头等重要的事实就是, 风俗在人们的经验和信仰方面所发挥的支配性的作用, 或者显著的作用, 以及风俗可能会表现出来的丰富多彩, 多彩的多样性, 各种不同的种类的风俗都有, 这是44课的一个难句, 还有更难的句子, 咱们再看, 257页第10行最后到第14行开头, 257还是44课, 第10行末尾到第14行开头, 这个更复杂了, 咱们大概看看啊, 这个句子有点难度, 他说, 他说, 总看懂, John Dewey, 约翰·多威, 美国近代的哲学家、教育家, 咱们当年的胡适先生去美国读书, 他的导师就是约翰·多威, 约翰·多威曾经非常严肃地说过, 说过什么呢, 加定义从句, the part这个作用, played by custom in shaping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 你看, 这又跟刚才又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row是当先行词, 后面加定义从句, 这里这个part呢, 当被修士的名词, 后面play的名词显示过去分词短语, 非谓语当后制定义了, 刚才是定义从句, 现在是非谓语, 但结构依然来自play a part in这个结构吧, 因为被风俗发挥, 那主动不将custom played a part in吗, 还是这个结构吗, 对吧, 被风俗发挥的作用, 在哪方面还得加硬, 在塑造一个人的行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咱们中文用主动翻译, 就是风俗在塑造人们的行为方面所发挥的这个作用, 对吧, 后面出现固定句型了, 咱们未来四十四个个讲, a as against b, is and c against d, 固定搭配, 注意这个as against, 还有is as, 后面再加against, a与b相比, 就如同c与d相比是一样的, 与什么相比呢, 与他能够对传统风俗任何方面的影响相比, 这个为不一定是方法, 可以表示方面, 在这相当于respect方面, 就如同什么呢, 就如同是他的母语的全部词汇量, mother唱是母语, 与什么相比呢, 与那些字, 什么字呢, 他在婴儿鸦鸦学语的时候, 是那个字, baby talk, 那些事, 对吧, 后面再加定语重句, that are taken up into the vernacular, his family take up, 特别是采用或采纳, 被采纳到了他家庭的方言里边那几个字一样, venacular, 方言图语, 方言就是本地人懂, 外地听了费劲, 家庭的方言呢, 爸爸妈妈能懂, 外人就听了费劲了, 比如小孩子说, 妈妈娘娘娘娘, 这个娘娘别人不懂怎么回事, 妈妈只嗨, 宝贝要尿尿了, 娘娘就尿尿, 被采纳到家庭的方言里面去了, 但是娘娘就两个字, 母语全部的词汇量, 在英语中得上百万了, 前者比后者大得多, 这个比例就这样一个比例, 就是好像这个比例一样, 说明什么意思呢, 风俗对人的影响, 比人对风俗的影响大得多得多得多, 对吧, 整个翻译下, 约翰·多威曾经非常严肃地说过, 风俗在塑造人的行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与这个人能够对传统风俗任何方面的影响相比较, 就如同是他母语的全部的词汇量, 跟他在压压学语的时候, 被爸爸妈妈所接受的那几个字相比较, 这个比例是一样的, 风俗对人的影响巨大, 人对风俗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是一个学术文章的句子, 也是我们职而易, Gmed考试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句子, 所以多读, 新开店四册对咱们高级学术文章的阅读和写作非常有帮助, 好, 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最不能提供的评论来,